同生之后,成为首富的我,母校百年校庆,邀请我去做演讲。 陈总,江大马上要进行百年校庆活动了,新任校长张居正刚刚给我打电话,想邀请我,还有你以及一些江大毕业的杰出校友回学校进行演讲,您看方不方便,需不需要我帮您去了? 母校百年校庆,我当然要去了,只不过跟领导吃饭见面什么的,就免了吧。 你告诉张居正,我只做演讲,不跟任何领导吃饭。 行,我帮你说明白。 富贵不归故乡,如锦衣也行,这次回母校装装逼,嘿嘿。 一日。 陈总,您好,感谢您百忙之中能来给咱江大做演讲。 陈总,您绝对是咱们江大百年以来最杰出的校友了,您能来,我们师生都高兴坏了。 陈总,您还记得我不? 记得,您是我们学院的院长,王老王院长对吧? 哎呦,叫啥院长啊?您现在可是副总督,叫我院长不是折杀我吗?叫我小王就行了。 等跟这些领导打完招呼后,十三跟宋子燕进了学校给自己准备好的贵宾休息室。 当初我一无所有,险些在江大毕不了业,没一个校领导理我的,没想到再次归来,副校长以下的校领导连来接待我的资格都没有了。 你不是说过吗?强大之后身边的人全是好人,阿铁还须自身硬,想要别人尊重你,还得你实力够强。 就在这时,一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敲门进来了。 陈师兄,您好,我是本届江大学生会会长周牧,一会儿的演讲会由我来担任主持人,我来这边跟您对对流程。 我这边没什么流程,一会儿你串场完了,让我登台演讲就行了,我大概能说个十来分钟吧。 周牧皱了皱眉。 陈师兄,这么重要的场合,这么多领导在场,我认为十几分钟有点短,显得不够重视,我建议还是二十分钟以上吧。 嗯?咱们一起把百年孝敬搞好,对你,对学校都有很大的帮助。 你陈师兄这次来得及,没准备演讲稿,抱歉哈,你先出去吧。 周牧当即掏出一份演讲稿,还颇为得意的道。 陈师兄,我早就把演讲稿准备好了,你也不用费心,照着我的这份演讲稿念就行,保证时间够,而且足够庄严和隆重。 适合这个场合,我也不是吹,我在这块很有经验。 按你的稿子念,完试之后,给你的履历上加上隆重的一笔。 好让你出去有牛可以吹试吧? 周牧,我问你,你觉得你的学生会会长,还有很多在学校内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职位,对你毕业之后的工作帮助大吗? 应该挺大吧,毕竟同样的职位,一个是普通学生,还有一个是学生会会长,那肯定选学生会会长。 如果你是名校的,那么的确如你所言,学生会会长确实会让单位高看一眼。 不过很可惜,你不是名校的,普通大学的学生会会长,在我这儿甚至是扣分项,你在江大参加学生会就是浪费时间,还不如安心学习,多考一个证更划算,更有用。 我觉得我在学生会干了很多工作,得到了锻炼,对于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。 你可得了吧,江大是啥样我不比你清楚吗?人家名校的学生会都是公平选举,能力强的才上位。 江大的学生会,都必须是跟老师关系好才能被选上,而且必须勾心斗角和拉帮结派。 我反正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公司的人力资源部,招聘一律看工作能力,要是在简历里面写很多学生会工作经验的,直接pass,连简历初筛都不会给过。 总之别看你现在人模狗样的当个学生会会长,可以指挥很多人,好像很威风,但是在你的很多同学看来,非常的傻X,只是表面威风而已。 等毕业之后,就知道社会的残酷了,想找到好工作还是得学习好一些才行。 学校尤其是普通的学校,就老老实实地好好学习,多了解就业方面需要的知识,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。 怎么了,发生什么事了? 你问他吧。 周末你哪里得罪陈总呢? 张校长,我真没做什么? 周末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。 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学校和校庆活动之下,毕竟来了这么多领导,陈师兄就讲个十分钟的确不太合适,但是我只是建议而已,陈师兄不接受,我也不可能强迫他。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,陈师兄就劈头盖脸地说了我一通,还说咱们江大就是个普通大学,学生会没屁用,跟人家名校比不了。 这他妈什么人了?十三那是什么身份的人?人家愿意赏脸来参加校庆活动,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子了。 之前省里的大领导们几乎是挨个找我谈话,领导那边说了,十三不让他们去,所以要求必须必须把人家给照顾好。 无论是接待上,还是情绪上,不能处哪怕一丁点的小差错。 十三的红星房地产可是江海省那是第一企业,饭坛网更是养活了许多江海贫困家庭。 这两年十三光是在江海省投入的公益金都超过2000亿,建造的墨院图书馆,墨院希望小学等不计其数。 这样的人物,于情于理,省领导都不得不特别照顾和关心,我原以为各方面都考虑仔细了,万万没想到啊,居然在周末这儿出了岔子。 平时这个周末在自己还有校领导面前表现得挺灵光的啊,怎么在大人物面前,蠢得让人想扇塌大逼动呢? 周末,陈总愿意跟大家聊多久,那校活动就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去适应陈总的节奏,而不是让陈总去适应学校的节奏。 陈总如果想一句话不说,那我们就应该把他的环节给去掉,做其他安排,总之,一切以陈总为主,而且陈总也没说错什么,咱们江大,就是一个普通一类本科,咱们学校的学生会,当然屁也算不上了。 哪有这么贬低自己的学校的,陈师兄,您打算演讲多久,我按您的时间去改活动流程。 我没法确定我要讲多久,本来是定十几分钟的,但是万一讲上头了,或许时间会久,万一没话可说了, 可能两句话就结束了。 那总应该有个大概的时间段吧,您这样我没法改流程了。 周末,你出来一下,我有话对你说。 张校长,活动马上要开始了,我得赶紧改流程,不然来不及了,要不活动结束了再说。 哼,不用了,活动不需要你了,刘校长会代替你跟陈总队接的,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马上出来。 真是个鸡皮。 别生气了,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 我不是生气,我是恨铁不成钢。江大虽然不是名校,好歹是我母校,因为这种鸡皮,差点被耽误了百年校亲。 你觉得我能心情好吗? 这个时候,刘副校长走了进来。 陈总,我已经把今天所有学生会的人全部撤下来了,全部由咱们的老师代替进行工作。 是咱们这边做得不到位,让您受委屈了,我代表校方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歉意。 有什么火,您想撒紧管撒,我们做得不到位,您发火是应该的,千万别把自己憋坏了。 待会儿,我上台串嘴,就两句话,开场完了就由您上台演讲。 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,说完直接走就行了,不想说,您告诉我,不上台都行,咱们这边肯定是以您为主的。 刘校长,您这话说的,我是江大的毕业生,也是江大的一份子,学校百年校庆邀请我,那是我的荣幸。 待会儿,咱们该怎么来,还是怎么来? 诶,好,好,我这就去安排,明明十三这么好说话,怎么这个傻X就能把事情闹得这么僵? 对了,陈总,周牧那边您想怎么处理? 我相信张校长会给他上一节非常深刻的社会课的。 另外一边。 好像这次的事儿,惹到张校长不高兴了,不过就是一个流程没搞好的问题,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事吧。 周牧,你只不知道这次接待十三的活,我是出于多么大的信任才交给你的,你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? 张校长,我,不要再说了,从今天起,辞去你学生会会长的职位,另外今年的奖学金,优秀毕业生,还有一切荣誉,全部取消。 张,张校长,我也没怎么招惹陈师兄啊,顶多就是让他心情稍微不好了一点罢了,都谈不上犯错误,您怎么能? 有些人,你甚至连让他心情稍微不好的资格都没有。 可,可以你这样不符合规定,我又没犯错,您凭什么取消我的荣誉? 规定,好好好,你跟我谈规定是吧,信,那咱们今天就谈规定,你挂过科对吧,现在还有一科没过。 按照规定,挂过科的人是不能入选学生会还有评选各种荣誉的,我用这个规定取消你学生会会长的职位还有各种荣誉,你认同吗? 不,另外,今年咱们学校没有不考了,挂科不能拿毕业证,只能重修,你今年已经到了毕业纪了,没机会重修了,只能一言,这是新处的规定,我这就让人去宣布。 生人们,没有了各种荣誉加身后,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。